您自己不可能一点想法都没有 现在主要是 我想让各位专家帮着说找着人 我们想跟他对质一下 把话说清楚 我要纠正你一下 刚才我问了你一遍 我又给你陈述了一遍 你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你跟我们说的是 希望我们来帮你分析 他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问到这个环节又变成了 让我们帮你来找人呢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最好的结果 人家说他现在如果再跟他讲 我们可以跟他对质 详细 我们也愿意找人 但是在今天这个现场 我必须要跟各位想清楚 今天你们不管来了多少个亲属 哪怕来十个人组个团来 你们今天也是一个单方诉求 因为他不在 所以对于单方所诉求的东西 我们自然就要有我们的一个考虑 我们要提一些疑问 通过你们的回答 我们来做一些判断 根据我们的判断 我们再给你们做一些建议 但是如果你们把诉求 夸击一下就搁在这儿了 希望你们栏目组帮我找人 那今天这事就得另说了 就不是我们想帮你们的事了 找人不是这个找法 不是我们这么专家老师 一群观众坐在这儿 听你们抱怨了一番之后 就给你们实现一个找人的目的 这是不对的 再说一遍 我们要通过你们的回答 通过我们所了解的情况 我们帮你做分析 然后给你提建议 而不是帮你们找人 找人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附属功能 这是烧带的 今天在场上边 再明确一下女士 希望我们帮你做什么 让我们怎么给你分析 怎么给你做判断 我希望您帮我分析分析 我丈夫到底是因为受了什么刺激 一家出走 所以我先问您 您自己心里边对你丈夫 做了哪些推测 您先把您的这个想法告诉我们 因为我知道了 他欠了好多债 我问他 我说你那个钱都干嘛去了 吵到什么程度 他一句话当时都没回答我 您是什么表现 您发怒了吗 发怒了 有肢体接触吗 没有 我就问他 我说你贱的 就是质问他 为什么欠这么多债 对 结果他一声不吭 对 结果第二天就走掉了 对 是这样情况吗 是 你们整个家庭说话 可能不是说特别客气 尤其对这个女婿 但是你们家里人 真的是很大度的人 很实在的人 省吃俭用的 替他堵这个窟窿 结果没想到 堵一个冒出两个来 堵两个冒出三个来 没完没了 到现在人干脆就走了 到底欠多少债 债 真实不真实 不清楚 如何还那债 不清楚 一推625 推给一个 这么老实本分 没有冲突的 社会经验的 一个女流之辈 整个家庭 全都 全都以他为中心 全都担心 你知道他 无论他主观上 有没有恶意 但是客观上 的的确确做出了 对你们 不负责任的事情 我真的呼吁 他能回来 妥善解决这个事情 这是我们 坚决支持你们的 最后 点解决 帮责任的 帮责任的 创责任的